中文字幕志愿者 今集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个食谱 现在是鸡连 所以我们就开始了 鸡全部都是鸡系列 一连串我们就会用鸡啦鸡等等的材料 来拍我下面给你吃 今天这一集我们就会做 麻将青瓜鸡丝拌面 材料很简单 我们就有鸡丝 有青瓜 也有青瓜切了来拌叠 还有我们的黄牌大甲干面 今天我就会教大家用大甲干面的素面来煮 之前我们都没有试过的 还有大家有没有发觉 用麻将味的大甲干面的时候 有很多时候跟着我们的食谱 都留下了很多酱包 其实这些酱包如果大家不知怎么用的话 今集就可以用来煮我们的麻将手丝鸡半面 我们就会用三包麻将的 方法非常之简单 第一步我们就是要买一只鸡 清洗干净之后 我们就可以抹点盐在鸡的表面 接着我们就可以拿去蒸 蒸完出来之后 大家记住放冰它 才好丝 干净起见 我们就戴上一只胶手套 其实我也发觉 香港的鸡都挺胖的 所以要撕走肥膏 那女士就不用怕肥膀了 鸡皮都不要的 鸡脚和鸡翅可以留下自己吃 我们今次也会撕起一只鸡腿 其实也是我第一次真正用一只手来撕鸡 我现在用了半只鸡 想不到半只鸡撕出来 撕出来的鸡丝都有一大碗 我都以为半只鸡好像只拍好少 其实都够吃的 三个人 大家记得在切青瓜之前 就要将它的头和尾去除它 接着就用你磨 揉揉揉揉揉的头 这个也是我拍我下面 给你吃之后我才以学会的一个小技巧 磨完之后 这个青瓜就不会稠了 磨到白色的东西出来之后 我们就拿去冲走白色的泡泡 和骯髒的东西 洗洗青瓜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开始刨丝 然后剩下的就用来切片半叠 之前有一集我下面给你吃 我都已经示范过 用手切青瓜丝 和用刨的方法 然后今天我们就会出动这个 腎皮刨刨 其实它叫什么名字我都不知道 那个叫刨丝器 好了 我们就会出动这个刨丝器 那我们就可以将青瓜刨成丝 用来半叠 和用来拌均匀 嗯 很新鲜 剩下的青瓜 我们就可以切成薄片 我们可以用来半叠 或者是喜欢切成花花形状 都可以 刀工就没够做 所以呢 就切成薄片 我们 准备好一切材料之后 其实真的十分之简单 如果我们不介我们蒸鸡 大家也不想那么麻烦蒸鸡的话 也可以去街市买一只或者半只鸡 似乎你的份量 那我们买半只鸡就可以撕到一碗 都是几十元的 大家可以去买白鸡 和我们这样撕的 今次呢 我们就会用这个大甲手工面 来做这个麻将青瓜手撕鸡拌面 这只大甲手工面 跟我们平时吃的大甲干面的面饼 有点不一样的 它是用古法手工精仔 亦都不会添加任何防腐剂 无论干本和汤煮都一样好吃的 那因为我们用来拌面 所以面就要煮得比汤面那时候 软一点 要不然就很容易干水 就像现在途中这样 我们就会煮六分钟左右 那中途如果大家想试试它 够不够软呢 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方法试 我就习惯夹一条面上来 试试它究竟够不够软的 嗯 今次试了呢 还是三四分钟不够 即是跟平时我们煮的大甲干面 有点不一样 那我们要煮多三分钟左右 今次煮了六分多钟 那面身就够软了 接着就可以把它捞起身备用了 好 那我们脆斩盆的 全部都准备好了 那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拌我们的麻醬面 那我们就可以拿回 之前我们用剩下的麻醬酱包 捏一捏它 让它里面均匀 然后就剪 我这里很喜欢吃麻醬 所以我喜欢麻醬味浓一点 我会先拌面 再拌寿司鸡 大家倒出麻醬之前 要捏一捏均匀 接着我们就可以先拌一拌 我觉得吃半面有一个 又不是技巧的小提示 大家尽量在煮完面就立刻拌 否则一摆 面就会干了 然后就一块 然后一拌就会断了 所以尽量就是刚刚夹起面 所以我们不久就立刻 放麻醬进去拌 趁面更热 而且 那麻醬的味道 就会香噴噴的出色 那我们现在拌均匀 之后呢 可以把它放好 接着 接着我们就可以拌鸡丝了 那麻醬酱包呢 我们在剪之前要捏一捏 因为它里面 要不然就会稠了一块 拌出来就不漂亮 好 接着呢 做一边 今次是我第一次 手撕白切鸡 手撕一只鸡 听就听得多 自己第一次做 一开始真的没有重入手 不知道在哪里开始撕起 那我们就 用手套就方便点了 我们就 拌均匀 鸡丝 嗯 现在整个厨房充满麻醬味 那其实麻醬的 多少呢 就看大家的喜好 我现在就放了一包 那如果这个份量 其实可以放两包 就会麻醬味再浓一点 看看你喜不喜欢 浓麻醬味 的手撕鸡 好 让我试一下 这些手撕鸡 够不够味 其实可以多放一包 可以多放一包 又是捏一捏它 等它 我们大甲干麵的麻醬酱包 本身不算很咸 比起外面那些 有麻醬的手撕鸡 就不是真的很咸 所以如果大家 喜欢吃咸一点的人 其实可以在蒸鸡的时候 抹多一点 这样鸡的咸味就会出一点 再拌 就会又有麻醬香味 又有咸香味 拌了两包麻醬之后 再试一试 这个味就差不多了 我们现在可以开始放在面上 按你的喜好 我们就可以放一些青瓜丝 在面上 如果你不喜欢吃那么浓 就可以放多一些青瓜丝 接着就可以放一些手撕鸡 放进去 青瓜丝上面 原来很多青瓜丝 我们这里拌 拌 拌 不是 原来我们很多手撕鸡 在这里拌 接着最后 我们刚才有一张多了的青瓜 切成片 我们现在可以放在里面拌碟 那我们这个 麻醬青瓜手撕鸡 拌大 Yoga 手工面准备完成了 是不是看它这麦了 很想吃 大家快點回家嘗嘗 這麼簡單 做法出醬 你們一定做得比我更加好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